针对高雄登革热疫情 市长陈其迈27日在市政总咨询达询时指出 决绝在23度C以下生长趋缓 一般而言约在11月底流行曲线将往下 那个决绝大概在23度以下 它就生长就会有趋缓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大概到11月底 过去的经验大概11月底的话 就会往下走 但今年的暖冬的季节稍微延长 所以我想最高峰大概在50几粒 现在大概降到40几粒左右 会逐渐的随着天气就会往下 那第二个呢 这个埃及巴人住在房子里面 白线巴人住在房子外面 大概基本上的区分是这样 所以天气冷当然外面的这个白线巴人 一来它传染力是埃及巴人的80分之一 它传染比较低 所以它大概会先离开 就在整个传播的过程里面 它的比重就会降低 所以现在大概在收尾的阶段 就是要针对室内的埃及斑纹 那针对室内的埃及斑纹 大概还是要进去喷料 陈其迈表示 现阶段防疫重点放在室内活动的埃及斑纹 因个案数不多 以清零作为目标 48小时内个案 以化学防治为主 并配合疫调 大概48小时内 假如有确诊个案的话 大概48小时内要完成喷料的程序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在做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好那我第一次有 然后又有其他确诊个案在周遭产生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喷第二次 这个是一个大家常问的问题 所以我们专家会议 大概大家有讨论过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个案数不多 所以我们还是以清零作为目标 我们不是说已经全部都已经 像其他的国家地方 它已经全部都扩散出来的时候 大概就先做监测 再喷料 因为它喷料已经来不及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处于可以清零阶段的时候 那尽量当然还是用化学防治的方式来做 高雄迎来演唱会经济 议员质询 订房价格涨幅的因应对策 陈其迈表示 市府除了在开唱前 加强稽查不合理 红台状况 要求观光局督促旅数页 房价订定公开清除 今天我们再次发现 收缩的时候 这个阅长工局 这一试试 ό,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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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试试